作为第一个要讲解的知识点 那就是做网站有什么用处 说一个简单而又普适的用途 就是把我们的信息展示出去 展示给更多的人看 我们拥有的信息是什么呢 那通过什么方式来展现呢 用户怎么来看呢 先说一下结构 比如说这是一个用户 他们都有一台电脑或者手机 他们都可以上网 用手机上网或者用电脑上网 手机电脑 苹果电脑或者Windows电脑 这都是终端 它可以用WiFi 可以用网线 或者用别的方式上网 上网这就是Internet网 那网上有一台服务器 这服务器就是一个电脑 那这个电脑有硬盘 硬盘可以存东西 可以存储文件 这台服务器它也是接入互联网的 它也在云端 这些人通过网络连接到这台服务器 那这台服务器上呢 有图片 有文字 有视频 图片文字视频 是以文件或者数据库的形式 放到这台电脑里的 那我们的网站 是这电脑里的一部分 这台电脑 这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 它的硬盘很大 可能有100个G 或者200个G 但我们的网站可能只有100兆 那这个100兆相当于是0.1个G 这台服务器里面可以存很多很多个网站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是我们 叫管理员 它也用一台电脑 用这台电脑 它也接入了互联网 它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当然还有一个地址 这三者去连接访问到这个服务器 把这些图片文字视频 放到这个服务器上 放到上面之后 这些终端 这些访客 会有大量的访客 去访问到这个服务器 它通过一个域名的东西 叫域名的东西 就是3W 比如说我的网址 achia.cn 或者没有3W 就是achia.cn 在浏览器里输入这个域名 就可以访问到这台服务器 那这个域名和这个服务器 它也可以绑定的 它也可以绑定其他服务器 那先不展开 简单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一个服务器上 放了我们的网站的文件 世界上所有能连接互联网的用户 都可以访问到我们的网站 网站里面是有内容的 有图片文字视频等等 很多页面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样呢 就可以把我们想传达的文字 图片视频 一些想传达的信息 放到网上 放到服务器上 让更多的用户来访问 我们的网站